老师那我这样子我怕会有错 我给他十个可不可以 比如说我不知道有几个学生啊 可能最多有十个嘛对不对 那我给他宣告十个 可是只有来三个 那这样会怎么样呢 这样会怎么样 不会怎样啊 就是浪费而已啊 没人住 比如说房间没有人住而已就这样 也就是说呢 其实基本上就浪费记忆体空间 那这个记忆体空间呢 其实说真的我前面讲过 因为现在记忆体超大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现在就怕什么呢 怕程式有bug 不怕说记忆体不够用 所以通常我建议 同学就是以后写程式嘛 反正你不用太 就是宁可浪费一点点没关系 就不要让程式到时候有bug 因为有bug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 尤其是客户端 user那边他只要有bug 他就对你不信任了 所以尽量不要让他让他有一点点对你的不信任 所以你就要让 就是说虽然那个书上的告诉你原理原则是一定要这样做啦 可是有的时候我写作的方法 反正与其这样我倒不如就是尽量留一点伏笔 你备份一下空间让你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反正记忆体就这么大了嘛 现在没有因为记忆体不够而程式跳开的 只有那个程式写不好的而跳开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用我自己的这个方式跟你们讲说 会有尽量你就多一点空间 那可是你不能小只能大 OK 但是你也不要太夸张啊 你给他后面给他加一万 这有点太过浪费了嘛 比如说你明明最多只有十个 你想说老师我多一些会不会怎么样 其实跑起来也不会怎样啊 就是他到时候软起来之后 他就会占用那些空间 其实说真的这个现在对现在的论来说 一点也微不足道啊 根本没有什么嘛 因为几个by车说真的 那几个mage 几几个空间的 这根本微不足道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总共会有两种写法 请各位务必要把一维正练 这两种写法都要熟悉 因为将来写程式 你会看不懂的 就是因为有人写上面的 有人写下面的 那你看到上面就等于看到下面的啦 很多同学就是两种搞不清楚 每个人写作的风格又不一样 所以就会产生不一样的 那我自己来写的话 我会记下面这种 为什么因为简单嘛 有没有你就是先string 然后一个student 然后后面的话就塞几个 你根本不用去管 说到底有几个 他自动帮你配置好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范例是在这个三支二十七页的上面部分 出现的 然后再开装 再用这个范例 谢谢观看